时势不再造英雄 刘豫的崛起是因为孙恩之乱 这样的内乱在东晋并非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之前已有王敦之乱、苏郡之乱 之后则有环玄之乱、卢巡之乱 乱世出英雄 北府的先驱西建军团 西府的前身陶侃部队 就是在平定苏郡之乱时脱颖而出 是自己成为影响历史之力量的 现在轮到刘豫 公元399年 也就是北魏国王拓跋归迁都平成 并且称帝的第二年 孙恩之乱旗 孙恩号称道教徒 其实是邪教组织和恐怖组织头目 在他的蛊惑和挟持下 数万民众倾家破产 抛弃别子 甚至杀死被认为是累赘的婴儿 跟着他攻城掠地杀人放火 一时间竟风起云涌 东晋政权的腐朽 世家子弟的无能 则在这场动乱中暴露无遗 孙恩起事时 会计郡长官王宁芝 既不出兵也不防备 天天在密室里祈祷 还宣称请到了鬼兵数万把守药金 结果如何呢 城破被杀 难怪他的妻子谢道运 死都看不起他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是北斧 扭转战局的则是刘裕 尽管当时他只是北斧小小的参军 却让貌似强大的孙恩 一再溃败 终致灭亡 这说明 孙恩的邪教组织不过乌合之重 更说明 东晋政权已病入膏肓 他们能躲过一劫 靠的竟是这位出身寒门的下级军官 堪称命悬一线 然而东晋的无可救药 却一再显示出来 实际上 孙恩之乱断断续续地 拖延了两年多时间 并未居安的执政者 却竟然毫不思维 反倒一如既往地 娇奢隐意 这些家伙除了勾心斗角 便是纸醉金迷 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结果 孙恩还没死 环玄就来了 环玄是环温的小儿子 而环温原本是要窜进的 只是由于系安等人的阻挠 未能得逞 这一遗愿便只好由环玄来完成 环玄名为西府都帅 坐镇荆州 却其实占有了晋的三分之二 他与朝廷翻脸 皇室能够指望的就只有北府 北府却倒向了环玄 倒戈是有原因的 之前北府的都帅历来都由门阀士族担任 这时却已经换成航武出身的刘劳之 刘劳之一生戎马 为国持驱 功勋显赫 却并无政治头脑 当时刘裕等人都极力反对勾结环玄 刘劳之却大发脾气说 消灭环玄易如反掌 但之后朝廷那帮家伙还容得吓我吗 原来他更害怕功高震主 这就是糊涂了 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 环玄来势汹汹 却没有名分 近视正当防卫 有力量不足 因此双方都要借中北府军 拉拢刘劳之 刘劳之如果有政治远见 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可惜他没有 看来 士族固然腐朽 武夫也未必中用 收降了北府的环玄 却如虎添翼 他顺顺当当地接管了东晋朝廷 消灭政敌之后 又要解除刘劳之的兵权 始料未及的刘劳之惊慌失措 决定前往广陵 起兵讨伐环玄 问刘劉愿不愿意一起去 刘劉断然拒绝 已经在战乱中成长起来的刘劉 直言相告 将军以静旅数万望风而降 环玄以心得之志 威震天下 人心都已离开将军 到环玄那里去了 请问将军还到得了广陵吗 刘劉无法再追随将军 只能回京口去 京口是北斧的大本营 当然 只有一江之隔的广陵 也是北斧的根据地 可惜却是老根据地 当年北斧从那里一阵京口 就因为京口与建康并无大江阻隔 又能与广陵隔岸呼应 也就是说 刘劉要回的京口 比劳之要去的广陵 离环玄更近 他们一个是迎难而上 另一个却其实是逃之夭夭 两种选择 高下立判 刘劳之却不死心 又召集手下将领开会 没想到将领们一哄而散 众叛亲离的刘劳之 只好北上 但刚刚离开建康 就吓得自意身亡 后来还被环玄 开关录师 他的儿子则连哭丧都来不及 北上投降了鲜卑人的南烟 追随刘豫的是何无忌 何无忌是刘劳之的外甥 也是刘豫的老朋友 劳之与刘豫分道扬镳 无忌左右为难 刘豫则态度明朗地对他说 跟我一起去京口吧 环玄如果是忠臣 你我就共同辅佐他 不然就干掉他 结果环玄果然被干掉 跟孙恩一样 环玄的兴起和灭亡都很迅速 从进入建康到兵败被杀 他一共只折腾了26个月 重要原因之一则是 他冒天下之大不韦 悍然称帝 原兴二年十二月 环玄逼晋安帝善让 改国号为楚 于是早就想消灭他的刘豫 便有了正当理由和强硬口实 三个月后 刘豫起兵 很难说刘豫的初衷 是为了兴富东晋王室 还是实现个人野心 或者是为刘豪之报仇 但双方力量对比之悬殊 却毋庸置疑 当时北斧将领大多被害 北斧军也实际上不复存在 刘豫率领的联军 其实只有1700人 靠这么一点兵力 就去进攻环玄 简直无异于以卵击石 然而双方的斗志 也不可同日而语 手持长刀的刘豫 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 敌营两员大将都死在他的刀下 与之相反 环玄却闻风丧胆 不站而走 当时一个部下 拉住他的马龙头 请求与刘豫一站 环玄只是用鞭指了指天 便急不择路地狼狈逃窜 他的结局 其实已无悬念 次年五月 环玄被杀 此后的历史 就由刘豫来书写了 选择的路线 则与当年的环温神寺 那就是先建功立业 再篡位称帝 于是短短十几年间 他先后灭南烟 灭西蜀 灭后秦 将东晋的王岐 重新插到了长安城头 这时就连北方的胡人 也知道刘豫下一步 要干什么 会干什么 匈奴胡夏国王兴奋地说 我看刘豫一定得胜 之后一定回朝 关中就是我的了 崔浩则对北魏皇帝说 王猛是福坚的管仲 刘豫是晋士的曹操 灭秦之后 他一定会回去篡位 秦国的地盘 迟早是我们大位的 刘豫之心 一如当年的司马昭 套路也是一样的 先是封宋公 后是封宋王 这时距离成为宋帝 也只有一步之遥 刘豫却说不出口 他只好在寿阳王宫 装模作样 艳情百官 宣称自己应该功成身退 准备交还爵位 养老惊失了 众人没听出言外之意 一片歌功颂德 只有一个名叫傅亮的 高级官员出门以后 才恍然大悟 他立即回过身去 敲门求见 刘豫的宫门 也应声而开 傅亮进门就说 臣最好先回建康 刘豫也不多说 只问 需要多少人送你 傅亮说 几十个足够 回到京城的傅亮 很快就做了安排 甚至起草了 善未诏书 让进宫地诏钞 宫地竟也欣然命笔 他对身边人说 环旋之后 我进朝就已经忘了 只是靠着宋王 才又延续了近二十年 今日之事 朕心甘情愿 公元四百二十年六月 刘豫及皇帝位 国号宋 南朝开始了 最后私立即死了 宝费 天护